飞蝶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一分钟 每周一到周五更新 人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都会不自觉地张嘴呼吸 时间久了 能让你越变越吵 不信哪 可这就和你们说说 用嘴呼吸造成的危害是一个连锁反应 用嘴呼吸的话 上下饿没法闭合 就容易让牙齿生长异常 引起咬合不正 长期的咬合不正 又会影响脸部肌绕与骨骼的发展 让你的脸变得更窄更长 严重的还会引起捏下核关节的错位 所以张嘴呼吸的 是真的会让嘴唇变厚 下巴变短 脸型变丑 女朋友分手 最后变成一条单身狗 诶 说你呢 是不是现在就张着嘴呼吸呢 得 本来就长得不咋地 现在就变得更丑了 想改掉这毛病 就得自己时刻提醒着 一张嘴 就想想上面说的 要是觉得自己面部有轻微变形 可以把手贴在脸颊两侧 嘴唇自然变合 让上下牙做咬合和放松运动 用嘴呼吸到底是什么感觉 Open你的嘴 闭上你的眼 用力深呼吸 吸气